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士们这次翻阅的居然是支队门口设置了高压电网的一个围墙 虽然他们用棉被把电网给盖住了 但是这种训练呢还是让我们看了肾上线激素飙升 那么武警官兵们他们为什么要进行那么危险的训练呢 在训练的前一天 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官兵接到一个命令 一名犯罪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上级命令要对其立即实施抓捕 经卧底通报 犯罪嫌疑人已经返回家中 一个绝好的抓捕时机出现了 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情况 犯罪嫌疑人的家中长期处于戒备状态 围墙上设置了高压电网 院中养有狼狗 且犯罪嫌疑人还持有强肢 它常立的地方是一个 我们重庆人叫龙家乐那种 就是实际就是一种山庄吧 这次抓捕由支队长刘俊指挥 他首先要挑选出精兵强将 而在支队范围内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特勤中队的中队长蒋红军 他就是特勤中队的中队长蒋红军 这个身高不足1米7的小个子中队长 手下领导着一群身高1米8的特战队员 不要被蒋红军瘦弱的外表所蒙骗 他可是整个中队的主星 只要有这个小个子中队长在 战士们执行多危险的任务 都像吃里克定心丸一样踏实 和蒋红军搭档的是王善辉 他从小习武 曾多次参加搏击比赛并获奖无数 在公关通报确定有枪支 或者是可能有枪支的情况下 然后我一般就是携带手枪 然后就是说在犯罪分子 如果实施这个射击 对我们实施射击之前 我们先与这个犯罪分子实施射击 然后就是说就晚上会实施抓捕 早晨六点 当人们还在沉睡的时候 支队长刘骏率领30名特战队员出发了 门位是二层小楼 如果你从正门进 一切全在他的监控视线之内 大门紧闭 高墙林立 如果采取破门破墙的方法进入 势必会惊动到院子里的人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趁乱逃脱 根据卧底通报 犯罪嫌疑人雇佣了打手 并且持有枪支 如果武警官兵强行进攻 很可能引发枪战 为了不打草惊蛇 武警官兵必须悄悄地潜入院中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秘密抓捕 犯罪嫌疑人家的围墙上面 安装了高压电网 如果武警官兵在翻墙时不小心碰上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在行动中能够顺利翻越 带有高压电网的围墙 官兵们曾经在支队外的围墙展开模拟演练 我们的队员来模拟对方 那么我们进行怎么去抓捕 怎么进门 谁抓谁靠 谁带枪 谁带棍 我们都提前就早就反复练 蒋红军和王善辉 在训练时格外认真 他们知道 即使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也不能排除实战中会有意外的情况出现 第二天 抵达抓捕现场两分钟后 整个中队立刻开始翻越电网 进入院子后 官兵迅速冲进一座三层的小楼 根据卧底的通报 武警官兵已初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所在的房间位置 当战友控制小楼后 蒋红军和王善辉迅速到达了指定的房间外 爬到三楼的时候 先是踹了第一个门 他的卧室 然后看没有人 以后先是就听到他那个洗漱间 那个门响了 显然 在洗漱间的这个人 对武警官兵实施的抓捕 没有丝毫防备 在判定嫌疑人没有枪支的情况下 蒋红军和王善辉决定 立刻对起实施抓捕 当时队长跑上来以后 就用手指了一下 给我打了手势 然后我就把枪收起来 我就准备去抓他 而当王善辉一个箭步冲上去的时候 更加肯定了 这个人就是所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 所有的楼层的人都是下去了 都是很自觉的 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 虽然这名犯罪嫌疑人的体型 比王善辉要强壮得多 但在他面前却很难有还手的机会 凭着一招锁侯宫 他彻底将犯罪嫌疑人制服 最终 警方在嫌疑人的住所内 起获了枪支和少量的子弹 同时也找到了破案所需的关键证据 在武警官兵配合下 公安部门顺利捣毁了这一黑恶势力 有力地打击了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 抓捕现场危机重重 乔装抓捕爆破突入 英勇善战的武警官兵 狡诈凶残的犯罪分子 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抓捕瞬间 传奇中国精彩奉献 抓捕现场 敬请收看 人生自有境界 华灯初上 喧嚣渐淫 异性安伤 纪录片栏目 传奇中国 璀璨呈现 传奇从现在开始 看中国 这一天 特警中队的中队长 蒋红军又接到行动命令了 让他带着三名特战队员 紧急赶往距离重庆市 500多公里的凤杰县 事实上那个地方 并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 难道说是要去增援吗 我们都知道 这个凤杰县武警中队的官兵 他们的军事素质也非常过硬 完全自己有能力 去执行任何的抓捕任务 那如果说不是增援的话 那为什么要派蒋红军 率队前往呢 晚上七点 蒋红军带领几名特战队员 到达凤杰县城 并和公安部门取得了联系 直到这时 他们才了解了具体情况 说是 黑社会一个 唐文部的 在那开了一个煤矿 说他的煤矿 比较大 在当地比较具有影响力 关于这个煤矿的 有些东西也 产生到这个 黑社会性质 根据公安部门通报的情况 犯罪嫌疑人开的煤矿 在凤杰的大山之中 光打手就有二百多人 他们手里还持有自制的火药枪 在当地极其嚣张 为此 公安部门曾多次清剿 但因其身处 茫茫大山之中 犯罪嫌疑人 又对周围环境 了如指掌 多次清剿 都无功而返 所以 他们才制定了 特别的行动方案 要求蒋红军一星人 乔装进入煤矿 理应外合 实时抓捕 化妆侦查 敦守跟踪 对蒋红军 他们这些特勤官兵来说 并不陌生 第二天一早 特勤中队中队长蒋红军 乔装成一名美老板 而班长刘天勇 则装扮成他的助手 他们要以谈生意为由 和犯罪嫌疑人会面 将其引出大山 一旦犯罪嫌疑人 离开了老窝 对他的抓捕 便会由被动变为主动 但是 据公安部门通报 犯罪嫌疑人 生性多疑 行踪鬼秘 能否在短时间内找到他 是蒋红军他们 将要面临的一大难题 从凤杰县城 到犯罪嫌疑人的梅跨 有200多公里的路程 由于路况太差 七个小时后 蒋红军他们才到达了 距离煤矿大约 五公里的地方 按照计划 蒋红军他们只开一辆车 前往煤矿 进行先期侦查 留下两名战士和另一辆车 随时接应 在门口守卫的指引下 蒋红军终于来到了煤矿内 他的沉着冷静 没有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这些工人对我们不是很 也就是不是很感冒那种 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在哪 他说我们老板 他说不在 该问他 问你们老板去哪里 他说我们老板去哪 我们也不知道 好几天没来了 没看到人 好不容易才进入矿区 听到的却是老板不在的消息 如果刨根问底 很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看来 要想从工人口中 获得犯罪嫌疑人消息 已经不太可能 就在蒋红军思考 该怎么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一名煤矿工人 却主动走过来 和蒋红军打了个招呼 一名煤矿工人 突然向蒋红军他们提出 要搭车出山 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却让蒋红军左右为难 一方面 和这名工人走上一路 有可能从他的身上 挖出新的线索 最终抓到犯罪嫌疑人 但另一方面 离煤矿一公里的地方 是另外两名特战队员 接应的地方 而他们的车还挂着军牌 最终 蒋红军他们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但如果让这名工人 看到军车里的人 和自己打招呼 那么这次侦查行动 势必会被发现 情急之下 蒋红军通过手机 跟另一辆车取得了联系 收到信息后 接应的两名队员 马上就明白了蒋红军的意图 他们迅速撤离了现场 与此同时 蒋红军开始耐心地和这名煤矿工人套上了近乎 一番交谈之后 同行的矿工渐渐放松了警惕 进而把煤矿老板在县城的住所 回到凤杰县城后 蒋红军他们就配合驻地武警和当地公安部门准备展开抓捕行动 我们就抓住这一点点线索 然后都往县城里再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侦查 抓捕官兵兵分两路 在犯罪嫌疑人平时活动地点和住所进行蹲守 傍晚时分 他们终于在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外等到了他 这一次在发现了犯罪嫌疑人返回住所后 他们装扮成物业人员 以煤气泄露为由 直接找上门去 当王善辉冲入房间的同时 犯罪嫌疑人迅速用拳头进行攻击 而王善辉顺势抓住了这名犯罪嫌疑人的手 迅速把他摔倒在地 成功将其抓捕 好像这个四级不是惊天动地 但是我们感觉这是最好的 也是把任务完成好就是第一位的 不是说完成任务要付出代价 不付出代价完成任务 这才是叫除车的完成任务 而随着这名犯罪嫌疑人的落网 大山之中的黑恶势力也被清除 非法持有的枪支也全部被缴获 在凤杰县城执行的这次战斗任务中 特勤中队的官兵再一次立下了战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 秋高气爽的季节 正当通话室的人们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气氛中时 一起特大连环杀人案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安宁 2006年9月24日到27日 在短短四天时间里 吉林省通话市通话县和柳河县连续发生恶性杀人案件 造成9人死亡 4人受伤 这起特大连环凶杀案发生后 当地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通过走访群众和现场取证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石岳军 男 35岁 身高一年七二 柳河县 柳南乡村民 个体屠在户 根据现场勘察 犯罪嫌疑人石岳军作案手段极其残忍 受害人致死致伤 均是被刀具所刺所看 而他的杀人动机仅仅是邻里纠纷 随即公安部发出了级别最高的A级通缉令 按照上级指示 2006年9月27日晚 武警吉林总队一支队迅速集结800多名官兵 奔赴248公里以外的案发现场柳河县柳南乡 第二天凌晨3点30分 部队到达指定地点 根据前线指挥部的安排 有公安部门负责村庄铁路沿线的警戒任务 武警吉林总队一支队的官兵则担负起核心区域 柳南乡旅家铺子村附近深山密林的搜捕任务 这是一片方圆220平方公里的深山老林 联系电话也好 判断方向也好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大事 不要以为说 我不能 山里边的生活 我们很多同志都没进过去过 到里边你天都看不见 很难判断东西南北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些基本常识掌握好 另外 互相牧师到 这片深山老林属于长白山一个枝脉 树林茂密 地势陡峭 并且常有毒蛇猛兽出现 就在这样的深山老林中 武警官兵们从早晨一直搜索到晚上 他们几乎踏遍了密林的每一寸土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然而在这片密林中 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任何踪迹 我觉得他懂得一个道理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往往 在我们接近的时候 常理认为他可能要退去 但是他没有 他仍然就潜伏在我们的周围 这个分析引起了前线指挥部的重视 大家连夜召开会议 研究第二天对吕家铺子村附近地带的搜查计划 整整一个晚上 参加围捕会议的人员几乎都没有合眼 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详细的分析 但是就在这时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么在第二天早晨凌晨五点五十分左右的时候 就大概这个时间 那么听到这个报警 报警说这个在林村罪名罪犯出现 而且呢 又杀了三人 接到报警后 武警官兵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这一次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地点是吕家铺子村 而遇害者是和他毫不相识的无辜群众 我把他毫不相识的 就这么我听了 我讲我往下一瞅 就是这手里那个斗 这手捅的老太太 说什么意思 说这样 这样是什么 看不下 现在始终灵地斗 灵地斗 灵地小黑斗 那个时候几点 不到六点 就是五点四十两分钟左右 你再想一想 它捅了 你看到什么时候 一直看着捅了 就看着这么大那脑 我捅完了呢 我就跑回去了 你捅完了 我就捅完了 就让他鸭了 我就赶紧钱 在了解情况的同时 武警官兵迅速封锁了 出事的旅家铺子村 逐一对全村庭院 菜轿 仓库 进行了地毯式搜查 但是经过近三十分钟的搜查 武警官兵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影子 对吕家铺子村的搜查 虽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但是武警官兵们却掌握了一个新的线索 我们听到村民报警之后 迅速对这个村子形成了核为 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把整个村子周围设下了天罗地王 但是这个罪犯极端的狡猾 他在村东头的一个寒洞下面 公路的一个寒洞下面 他潜伏过去之后 逃亡逃跑了 当时我们就分析在分析这个罪犯的逃向的时候 也在分析他会向什么方向去 后来我们也分析到 因为他在这个到这个被害这个家里面去翻东西的时候 把收音机都打开了 也就是说呢 这名罪犯是在找钱 找钱的目的呢 恐怕就是要逃跑 那么通过这样的分析 我们感到这个罪犯 不会离公路铁路太远 为此 武警官兵迅速对公路铁路沿线进行了封控 但由于范围太大 需要搜索的地点太多 最终武警官兵把重点放在了村庄对面的一片玉米地上 11点30分 就在武警官兵对玉米地搜索了20分钟的时候 一个身影从官兵们的身边闪过 看到这个情况 官兵们马上用对讲机向指挥部做了报告 战士们也立刻包围了这一区域 五分钟后 石岳军的藏身地已经被武警官兵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住了 参谋长张志军一边持枪一步步逼近石岳军 一边细心的组织官兵们放倒石岳军周围的玉米杆 以扩大周边的开阔地带 一开始是企图蒙混过关 但是当他发觉这种企图已经根本不可能得逞的时候 他就暴露了他丧心病狂的本性 当时他右手挥舞着那个尖刀 尖刀上面还残留着这个受害人的血迹 气焰非常嚣张 向我们叫嚣 不怕死了就上来 我就要再多杀几个垃圾垫被 最后的时刻到了 士兵们持枪慢慢逼近了石岳军 当时我们的政治宣传车 在包围圈的外围 用喊话器向他喊话 对他进行攻心 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稍一走神 眼睛向宣传车喊话的方向一转 我一看机会来了 马上飞起一脚 踢掉他右手的尖刀 这个师傅 站在我旁边的攻华中队中队长孙卯龙 以训练不及掩耳上 是一下子上手 用一个抱腿顶摔 我们平时练的勤勤动力 就把他摔倒在底 就在一转眼的功夫 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 就被武警官兵牢牢的控制住 历时三十多个小时的围捕行动全部结束 而等待十月军的将是法律的严正制裁 在近几年一系列高强度的打黑行动当中 一方面表明了我们政府和执法机关 面对有组织的犯罪 毫不手软的坚定立场 另外一方面也揭露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地方恶势力的不断抬头和藐视法际的现象 是层出不穷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当中 就有明确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持有私藏枪支 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可是片中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私自制造 贩卖枪支在围墙上拉起了高压电网 这些所作所为正是狂妄至极的表现 7月22号挪威发生了一起恶性爆炸枪击事件 直接造成了上百人的伤亡 凶手持有两支注册枪支 事故发生之后 国际社会也纷纷的开始呼吁了 因加强枪支管理和对炸药相关物品的销售监督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了 我国现行枪支管理法的必要性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传奇中国 我是大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香港却已经开始将港产电影的主题 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小马哥到黄飞鸿 从李小龙到成龙 香港电影一向步伐各种英雄的形象 敬请收看香港有个好莱坞系列之 时事造英雄上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